Woo 我唱 我想問剛剛中間尖叫是為什麼 又有沒月了嗎 因為上一站尖叫是有一個漂亮的女生 所以我蠻不高興的 因為整場最漂亮的只能是我吧 因為她算不是我 我都已經站在這了也只能是我 剛剛是為什麼啊 有人親親喔 在哪裡 在哪裡 我看不到 幫我亮燈一下 為什麼那時候你們看見 看得見 所以我要看見 在哪 你們每個人都灰 你們每個人都心啊 你們可以冷靜讓我知道到底是心情嗎 到底哪邊啊 我要生氣了 左邊 哪邊啊 左邊 什麼意思我不跟你玩了 我不跟你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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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都不告訴我真相 好可憐 好可憐 他沒事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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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剛剛進來會攝影 老師 你拍到的你再拍他一次好不好 趁比較快 趁比較快 誰就是真正的 好嗎 找不到 也是一個意外 好可憐 對 到底是想見 有心了七八十 正宗人真的很調皮耶 怎麼怎樣 你今天不找到我 我不繼續唱歌 我要找到是誰 這邊 這邊 那邊 那邊吧 謝謝佳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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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男人不可以這樣子啊 對 你們一定有心名聲耶 你們知道吧 愛獵人的事情 不要去看網 但是佳琳真的好喬皮喔 好沒關係 因為我很怕會浪費到後面的時間 所以到底誰剛剛 親嘴了 我們晚一點再見 OK 你們兩位嗎 再一次 不是 什麼意思 還是現在拍到誰誰就要聽 我晚上都認識 啊 哈哈哈哈 好可怕 下一段要完成呢 等於什麼 啊 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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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沒關係 反正到时候那个 你们也可以领发上微博 让我知道 到底刚刚那一天 经教室为什么好不好 太好笑了 那个现在被我血长了 但是真的有人叫了 蛮胆的我最怕这个 我根本没有这歌词 我应该决定 小小的手脸看了一下 我们很狠哦 哈喽腾讯娱乐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本期 漂流瓶娱乐大来宾杨承琳 必看的理由 哦有经典歌 那是一 一二是可以看到各种面貌的我 然后三是 造型很多变 不太会有那么多重复的 有一些可以看得见 但是有一些都是 各个城市限定的 冷门的专场 我想要等 大型的巡演先落幕 我才有办法去实现它 嗯 那不是冷门而已 那个是被我血长了 哈哈哈哈 是不是惊喜我不确定 但是真的没有办法每一场都带给大家嘉宾 其实尽可能的在一些城市能够邀请嘉宾我都会尽量 但因为我也不想要太多重复的嘉宾人选 呃所以会有一些新鲜的搭配 大家可以期待 嗯 嗯 我觉得比较棘手真的是我们的舞台 它的复杂度 还有它的工程是很好大的 所以要把东西原封不动的带到内地各个城市 当然考验的部分还有就是场馆的选择 对因为我们的舞台有它的一定的一个高度 还有它的深度 还有它的复杂度 那其实能够匹配到我们的舞台的场馆 真的也要看缘分 所以我们其实真的很努力很努力的 想要尽量的原汁原味的去呈现 我们想要呈现的东西 可能更多是我们要去遵守 呃内地场馆的演出的规则 嗯 那个在词那边 平然在台北京加热跳的话 有一个特别的比赛 2013与4年 对 有全新的比赛 20世代比较是那一种 他们对未来会有憧憬 可是他们更多的行动是在享受当下的 然后呃 30世代的 我觉得会相对的会比 20和40在焦虑一些 因为有很多的不确定 然后感觉好像是大人又不是 所以会有很多的呃模糊地带 自己要去透过时间和精力去找到一个自己在这个年纪的定位 然后40的话呃我觉得会更沉淀一些 更了解人生一些 对所以我觉得每个世代他他都有他很精彩的地方 哦我其实没有太大的感觉 而且我一直以来对年龄都是还蛮不避讳 毕竟就是太早就在这个行业呃 呃被大家认识 所以大家也都知道我实际的年龄 所以我也不太会去呃 避谈这个部分 我反而更觉得各个年龄都有他的美好 我觉得自己20岁的时候是非常的倔强 非常追求完美 我个人现在看来我会觉得他不够有温度 因为你太完美了 你就变得很像机器 可是没有人有办法成为一个机器 那你成为机器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带来更有深度跟更内在的东西给到大家 当然也是因为那份追求完美 让我可以去坚持很多事情想要把很多事情做好 他是呃一定是有两面性的 但是我可能看到更多的是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很不放松 30世代的自己我觉得就是在追求一种松弛 有很多感受是很可贵的 然后有很多答案真的是没有人能讲给你听的 有很多的迷茫或者是不确定 我觉得也都会在呃你迈入30到40这之间会渐渐的答案会出现 然后像我现在就是呃再差一年就是要奔四了嘛 我的感受现在都还没有到那么那么的深 但是我确实有觉得那个责任感跟对待人生的一些态度跟过去是非常不一样的 也许会更更稳一点也不会失去对人生的热情 我觉得嗯 因为我本来就是娃娃脸嘛 就是大家从看到我以前就会觉得我是一张长大的脸 对所以可能这个部分是一个让大家觉得我比较动灵或扛老的原因 然后再来就是我是真的很认真的在运动啊 我运动的习惯维持了大概至少有十年 就是养成这个习惯 然后让自己由内而外的可以散发出很自然的一个好的健康的状态 然后再来就是我也是很认真护肤啊 然后我喜欢很天然跟用时间去去打磨的那种 就是我每天敷脸啊 然后我会花时间好好卸妆啊 然后我使用保养品也是就是一个一个步骤都非常认真的那一种 我不会 我虽然不会但是我在演唱会的时候是羡慕那时候的自己 因为演唱会不乏还是会有一些上高台啊 以前的我肯定就是对于这这一切都觉得那没什么 就是过去我的演唱会也做过非常多 就是掉尾牙啊 然后从哪里往上上往下从哪里倒掉 各种就是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那时候要这么做的那一些特技 但是我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非常非常的大胆 我现在回头看我是很崇拜的 我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跟放掉这件事情过 等待一个缘分吧 那也要制片方他们就是相信我可以做到啊 苦情戏我也是不小心走上这条路 因为以前是最早就是偶像剧的那一些甜宠嘛 然后后来就是很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 所以就是给我演那种难度很高的 我觉得可能各个阶段吧 就是每个制片人会对我有不同的想象 但总之我都是什么都不排斥的 没有呗 现在就是先演唱会先在内地的城市开跑 对我再来慢慢的去琢磨 因为还要去配合很多音乐人的时间 其实也没有那么简单 就是可以这么快的就把一个作品生给大家 对所以大家就在等等我咯 其实我觉得中间有一些缘分就也确实有让我跟我当中欣赏的音乐人合作到了 因为有一些OST的演唱嘛 然后我就会藉由这些单曲就可以先跟他们有一个火花 那未来的话其实是绝对不排斥的 确实真的认识到很多很棒的音乐人 也让我可以又多了一些选择 然后可以多听一些demo 其实还有一些没有释出的 对就等着看什么时候让大家听见 我应该没有说好想吧 我应该只是小小的怂恿他们一下 对但是没有想要他们叫 但是真的有人叫了 哦不行不行 我觉得除了我妈妈叫我宝贝我会觉得还OK以外 其实任何人叫我都会害怕 我现在其实也不算长发我这接的 我好想剪哦你们知道到中堂法的时候最痛苦了吗 就是你卡着要留还是要剪 然后我内心的声音永远都是告诉我要剪 但是我就觉得我先忍耐 因为我可能想先留到一个长度 等到下一张专辑的概念出来 然后歌也收了也开始进行了 我觉得会有灵感让我知道我自己接下来的发型是什么 对但是我看到我曾经看到一个评论蛮好笑的 有粉丝说 杨承琳我拜托你千万不要理光头 我知道你敢 但是你敢你也不要做拜托 然后我就觉得他们也还蛮了解我 你们放心我不会无缘无故的理光头 角色需要我想可能真的是得去做 但是如果我发个专辑我理个光头 我是没有到对自己颜值有自信到这种地步啦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干的我最怕这个了 哦等一下等一下 突然这样念真的会忘记 那个 啊等一下等一下 现在的人一杯咖啡时间 人变成档案快速翻阅吗 是吗 对 哦我以为你要我接下来 那就好那简单那简单 呃带我走 呃那个在你怀里有微笑 哦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自说自说 哦 呃语爱 黑伦说 哈哈我根本没有这歌词 哦 白安 韩红 哦那我很厉害啊 我讲了两个诶 我 我 哦你要讲 呵呵呵呵呵 你们很狠哦 诶这段怎么那么难 我比较会的是另外一个诶 就是垃圾车有几个灯 屋志车有几个灯 九个灯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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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הר 就继续开吗 move on 请你用两分钟 介绍一下马拉美的星期二这张专辑 那我们怎么说呢 吴清风先生就是这么有才华 写的歌都这么好听 我们还需要多嘴介绍吗 好吧我就问一个比较那个 其实别人问我 我会回答不出来的问题 但我就好奇 请问 你会更想要看见未来还是会到过去 很有深度 谢谢 请问